看看數學函數裡面的這個 第一個當然我們剛剛講的 上面請各位自行加上比重 第二個如果要加總成績的話呢 通常比較傳統的方法就是他的成績 乘上他的比重 再加上他的成績第二個乘上他的比重 然後再加上這個那你會發現 那這地方的話變成如果你有很多成績那你一直要去點他一直要去 那因為第11列等下會向下填滿 所以第11列應該要鎖起來 記得就鎖11列就可以了 那當然你按F4其實也可以啊 不過變成藍也鎖起來 可是藍其實基本上不用鎖 在前面這個 因為我們沒有要向右填滿 所以這個藍可以不需要 去鎖 鎖的話是鎖第11列 OK 按打勾那把它向下填滿 第一個呢就是他月考成績就算出來 不過月考成績 這樣的算法你會發現 必須要做很多動作 所以我們可以考慮 就是用其他的函數 在函數裡面有沒有哪個函數 他有類似的功能呢 其實在數學 與三角裡面 這個類別裡面 你可以看到在那個 往下找 Sum開頭的 所以S開頭 Sum 這個 那Sum當然是加總 可是你會發現 下面有好幾個跟Sum有一點關係的 像Sumif Sumif的話基本上就是 Sum加if 把兩個函數 給合併在一起 其實 合併在一起 但作用就 更大了 而且更簡化 你不需要說做兩次再加總 然後呢 在Sumif Sumif 這個S的話呢 等於是多個條件 因為if的話 上面那個if是多 單一個條件 再加總 那如果Sumif S的話就是說 你可能有不只一個條件 可能 第一個條件 他的業績要多少 第二個條件可能 他是 他的 這個銷售量多少 或者是等等 可能你有條件好幾個的話 那把那個資料 做一個什麼 Sum 就是加總 那就可以用Sumif Sumif Sumif 這個意思就是說 Polta 是說如果你有多個區域要互相成的話 所以你可以往下找 我們基本上可以利用這個看看 這個的話底下有個說明 各位慢慢要習慣就是說 看懂下面的相關說明 因為他有個很簡要的一個 一個一個 讓你知道說這個到底要傳 Array1 就是一個陣 一個範圍 Array其實就範圍 第一個範圍 第二個範圍 那底下有個說明 他說傳為多個陣列或範圍 的 相對應的 成績之種 也就是相成之後 的總和 那實際上好像做的就跟我們剛剛做的動作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用Sumif 來看確定 那第一個範圍的話就是我們的什麼 也許成績的比重 第二個就是我的成績在哪裡 那他會互相成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呢 你把它選取之後 後面 他會顯示一個大瓜壺 大瓜壺裡面呢 實際在以色列裡面就是一個陣列 那陣列你會發現一定大瓜壺裡面會把第一個資料逗點 第二個資料逗點 第三個 那也就利用這樣的方式 他可以一次存放三個資料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陣列 或者範圍 其實 但是在這邊他是把這個範圍加過來 變這樣子 那這個範圍加過來 那也是三個資料 那是怎麼樣 相成 所以這個乘這個 加上這個乘這個 加上這個乘這個 那不就剛剛一樣的公式嗎 所以三波打基本上 就是在幫你做什麼 相成之後的總和 不過呢 他比剛剛的這個方法來得更方便一點 他可以 除了 Aray 1 Aray 2之外 他可以Aray 3 如果你好第3個範圍 還可以繼續乘 乘了之後再加 OK第4個範圍 總共他可以有255個範圍 如果你有這麼 大的這種需求的話 就是說會有這個 很多 假設 互相成之後的總和 那你就可以利用類似的三波打來做 他的好處是這樣 尤其是範圍越大 那功能越明顯 OK 好那我們相成之後的結果 84.1 84.4 按確定之後的話 當然這地方把它向下填滿 OK 不過呢 會有個問題 一樣 11列的地方 你要把它鎖起來 你可以按F4 它兩個都鎖了 不過其實基本上比較標準 我是建議就鎖一個列就可以 把它向下填滿 那最後當然 取到整數好了 把它取到整數 那取到整數當然除了可以格式之外 你可以用那個 用RUN的 之前有講過那個RUN的函數 也可以45度 好那後面的話當然還有所謂的VBA 那VBA部分的話當然 我們前面講過了 最好是按按鈕自動就幫我填上去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呢 我插入一個函數 然後乾脆直接給成績就可以了 它自動幫我算完 那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先試試看 這個是 數學函數的範例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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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